那么大家的话,有些人问的就是这个问题,就是说为什么你不搞,不让H3Hover,是不是这样的,为什么不让H3Hover啊,我们这个的话,本质上是什么呢,我们这个CONHover,是不是这样的,这个Hover的时候,我们鼠标放上去的时候,我们虽然鼠标是放在这个H3上面是,本质上我们这个Hover实际上是什么呢,H3是不是属于这个CON的,H3是属于这个CON的,实际上本质上是什么,是这个CON的Hover吧, 实际上造成一个假象啊,好像是我们鼠标是放在H3上面才出现这个效果,那么其实的是什么,我们是鼠标放在CON上面,是吧,上面导致这个里面显示出来啊,那么有些人又问了,就是说,我这个H3我为什么不这么写呢,是吧,这个里面的什么,比如说这里面的H3,H3,然后是Hover,是吧,有些人问是什么,不这么写,是吧,那么你这么写之后怎么样, CON下面的H3,下面的BOBUS2,有没有这个东西啊,没有吧,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是BOBUS2是属于H3的纸级吧,H3跟这个BOBUS2是属于什么,他们两个是平级的吧,不能这么写啊,那么我们把Hover还是放在什么呢,放在这个CON上面,是这样的啊, 好,有同学还,有同学还做了这样一个事业,就是把它这个Hover放在这个上面,是吧,放这个上面的话,那么怎么样呢,这个肯定是也出不来了,是吧,刷新一下啊,这个肯定是出不来了,为什么呢,因为这个什么呢,BOBUS2默认是Number,默认它是隐藏的,那么你永远也达不到这个Hover的效果吧,你这个,这个BOBUS2怎么样,它得显示出来你才能Hover吧, 它隐藏了你怎么Hover啊,永远Hover不了吧,是不是这样的啊,就是说它显示出来之后,你手表才能放上去吧,它隐藏了,你手表永远放不上去,是不是这样的啊,所以说这样也不能这么写,是吧,那么的话这个Hover应该放在这里啊,好,这个地方的话本质上要造成一个假象,我们好像是在,是H3Hover啊,那么实际上是什么,CON的Hover,是不是这样的啊,CON的Hover,H3是属于什么呢,属于这个CON吧, 是这样一个意思啊,好,这个效果的话就是大概的做了,这个效果是什么呢,啊,主要是考大家的什么呢,这个DISPLAY,这个LAN的这个设置啊,然后这个Hover,啊,结合这个Hover的这个属性来做的这样一个效果啊,好,那么的话,这个效果的话,我们后面的话可能什么呢,有时候又会用什么呢,有些人什么,有时候会用GS来实现这个效果,实际上没必要,是吧,没必要啊, 好,那么能用这个Hover实现的效果的话,就不要用GS啊,GS的话,我们用GS动态来控制这个什么呢,DISPLAY属性啊,这个的话应该是,这个性能应该是比GS要高的啊,如果能用样式做出来的话,就不要用GS了啊,这个直接是样式生成的吧,是吧,样式生成这种效果啊,好,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DISPLAY的这个属性啊,DISPLAY这个属性,好, DISPLAY属性的话,那么的话,我们今天讲的DISPLAY属性是结合什么呢,结合这个什么呢,元素的类型一起啊,元素类型一起啊,好,那么大家今天的话怎么样呢,需要把这几个类型稍微的背一下啊,稍微背一下,就这么几个啊,就这么几个啊,大家最好把它背下来,背下来之后,你在做的时候就心中有数了啊,心中有数了,好,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,元素类型啊,元素类型的这个一些知识啊, 好,那么接下来的话,我们还是再说点新的内容,好吧,再说点新的内容,然后的话,再留一点练习,大家今天晚上做一下啊,那么再说点新的内容,就是关于这个,我们现在的话就学到的是什么呢,看一下啊,学到哪一块了啊,学到了什么呢,这个核子模型学完是吧,核子类型也知道了啊,好,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的这个什么呢,再有一个是什么呢,关于SAS的浮动啊,浮动的话,这个东西的话, 也不是太难啊,也比较好学啊,那么的话,它可以也帮助我们做一些效果啊,做一些效果啊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浮动的这个效果啊 好,浮动的话是什么意思呢,就是说我们可以设置元素的浮动啊,浮动的话实际上是怎么呢,它就是一个,也是一个样式属性啊,什么样式属性呢,就是float啊, 啊,float如果把元素设置为float left的话,怎么样呢,它就往左浮动啊,甚至float等于right的话,它是往右浮动啊,那么的话,很遗憾的是什么呢,没有中间浮动啊,浮动的中间没有,它要么往左靠其啊,要么往右靠其啊,没有中间的啊,这个是很遗憾的啊,如果可以中间浮动就好了,那么可以居中是这样的啊,没有啊,那么是左浮动和右浮动啊, 啊,那么这个浮动的元素怎么样呢,它往左浮动或者往右浮动,那么怎么样呢,如果是碰到什么,副元素的边界,或者是什么,其他元素它就停下来啊,是这样一个特性啊,那么相邻的浮动的元素可以什么呢,并在一行啊,这个的话可以怎么做呢,可以就是让我们什么,实现什么呢,这个呃,比如说块元素,把两个块元素进行浮动的话怎么样,它可以什么,就是可以排在一行啊,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什么,我们就不用转什么呢,把它转到一行啊, 转成行内块了,没有没有啊,不用转成行内块了啊,好,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浮动的元素什么呢,它就是实际上是让,是吧,浮动的话让行内元素或者块元素自动转化成行内块了,自动转化成行内块啊,那么你说转化成行内块会不会有间隙的问题呢,它没有啊,此时就不会有间隙的问题啊,这个就比较好用了啊,不会有间隙的问题啊,好,那么的话,但是第五点的话是什么,浮动会占据这个, 什么呢,占据这个,未浮动的元素会占据浮动的元素的位置啊,好,这个第五点和第六点的话,那么我们一会再说啊,好,我们先看这四点啊,浮动是怎么一回事啊,好,浮动的话可以帮我们做很多效果啊,好,我们来看一下,浮动的话实际上也不神秘,就是说一个样式啊,一个样式, 014,然后是浮动,然后是浮动,好,浮动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,那么这个是浮动,浮动的话, 好,假如说我这里面来两个盒子,是吧,比方说我这个BOX,啊,这个CON吧,啊,CON,CON它是一个容器吧,容器里面假如说这里面有两个盒子,是吧,里面一个盒子,比如说是,点BOX01,啊,这样一个盒子,是吧,然后再来一个盒子,啊,再来一个盒子,啊,再来一个盒子的话,就是,再来一个啊, DIV,啊,可能是点什么,BOX02,啊,直接点BOX02,啊,点BOX02,是吧,第二个盒子,是吧,好,这样的一个,什么呢,结构啊,这样一个结构啊,好,这样一个结构之后我们来看一下,如果我们来看一下,做一个浮动,是吧,写样式啊,好,那么首先写一下这个外面这个容器的它的样式啊,CON,是吧,CON的话,那么它的,假如说它的宽是什么呢,啊,500,啊,500,啊, PX,啊,好,高度假如说是来个300,啊,300PX,啊,那么的话,我们来结合这个例子,做一下吧,这个例子,比如说这个是,呃,480,是吧,480,啊,好,我们来做一下啊,这个宽度是400,啊,好,这个的话,高度是80,啊,80,这样的啊,然后给它来一个border,啊,border的话是来一个像素, 然后是实现,给它来一个这个,这个是能一个border吧,啊,对,好,好,好,那么这样的一个盒子,是吧,这样一个盒子啊,然后把它聚中一下,是吧,给聚中一下啊,margin,margin,然后是,可能说你上面是50PX,是吧,左右O2,是这样的啊,然后你下面是0,啊,好,好,那么这样的一个CON,是吧, 好,CON,啊,好,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,啊,好,这样一个效果,是吧,这样一个框吧,好,这样一个框,啊,好,这样一个框里面,那么这个框里面的话,有两个盒子都是60乘60的,啊,60乘60,啊,好,那么的话,这个CON里面的,首先我可以什么,写公共的样式吧,比如说CON里面的DIV, 是不是可以写公共的样式啊,比如说它的宽,宽是60,是吧,宽是60PX,啊,好,高也是60PX,啊,高是60PX,啊,高是60PX,好,那么那么这是公共的啊,不同的是它们两个背景色不一样吧,背景色不一样的话,那么先写什么呢,这个BOX01,是吧,BOX01,它的背景色是什么呢,外观的color,给它拿一个什么呢,这个是, 呃,green,是吧,green,是吧,green,是吧,green,啊,好,然后的话,BOX02,啊,BOX02,啊,BOX02,它的背景色,啊,BOX02,它的背景色,啊,BOX02,的背景色的话,给它拿一个color的话,给它拿一个什么呢,这个,呃,哪个pink,是吧,好,这么写完之后,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,是吧,看一下效果,啊,好,啊,这个如果是只写一行的话, 那么后面这个封号可以写,可以不写,啊,可写可不写,啊,后面一行的话可以省略,比如说,后面这个可以省略,是吧,这个也可以省略,有没有,没有,啊,可写可不写,啊,这样子的,好,再来看一下,啊,刷新一下,那么这个是怎么样,是不是有两个盒子啊,两个盒子怎么样,它们是什么,快元素啊,这两个DIV是什么,快元素啊,快元素啊, 所以说,它们两个怎么样,就是倔强的什么,每个排一行吧,是吧,倔强的每个排一行,啊,而且不管多难看,我就排一行,啊,是吧,好,那么的话,如果说我想让它们排列在一行,是不是这样的,我可以怎么样,把它转成什么呢,比如说转成什么,行列块是不是可以啊,比如说Display,是吧,Inline Block,是不是这样的, 那么它是不是可以转成一行啊,是吧,好,刷新一下,它们两个是不是排在一行啊,排在一行,那么这样有这个讨厌的什么,奸细吧,是吧,啊,这个讨厌的奸细啊,好,那么这个时候的话,我们就不讲这个什么呢,不讲这个,啊,这个什么呢,这个转换的啊,我们讲什么呢,浮动,是吧,浮动啊,浮动是什么意思呢,比如说我这个,这个时候还是这样子,是吧,好,那么这个时候浮动是什么意思呢,我就可以让什么呢, 假如说我这样的两个都浮动,是不是可以啊,浮动的话有什么呢,左浮动和右浮动啊,左浮动和右浮动啊,假如说的话,我让它们做左浮动,然后的话怎么写呢,拿一个float,啊,这个是float啊,float就两个字,一个是left,或者一个是right,是吧,假如说是left的话,看一下啊,left,是吧,好,如果是left的话,看一下什么效果啊,好,那么这个时候什么,刷新一下啊, 它是不是排在银行啦,排在银行啦,啊,它们两个都往左靠旗啊,往左靠旗,靠旗到什么时候呢,碰到这个负级的边界就停下来,明白没有,啊,比如说它先靠旗,靠到负级的边界,然后它再往右,呃,左边靠旗,靠旗到什么呢,它,是不是这样的,然后就停下来了,啊,好,这个是什么呢,这个就是浮动,啊,那么大家就看一下这个浮动之后,它们之间这个没有间隙吧,这是不是很好啊,是吧,没有间隙了啊,好,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,这个是左浮动,是吧,左浮动啊,好,如果说我给它设一下什么呢,我比方说我把这个啊,把核子一什么呢,设置一个左浮动,是不是可以啊,好,核子一设置一个左浮动啊,好,核子一如果是左浮动啊,float,好,哪一个什么呢,left,都可以啊,left,好,那么的话,这个是核子一都怎么样,会往左靠旗吧,往左靠旗, 好,然后核子二呢,我让它怎么样呢,来一个float,我让它来一个什么呢,right,是不是可以啊,它是不是靠右靠旗啊,好,向右靠旗啊,向右靠旗啊,向右靠旗之后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,那么的话,刷新一下啊,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靠左,一个靠右啊,这个效果是不是怎么样,通过这个浮动是不是很好做啊,浮动很好做啊,好,那么这个做完之后,接着怎么样呢,这个是不是还有一点间距啊,是吧, 是吧,间距的话,那么这个大概是什么什么,十吧,是吧,六十,是吧,这个六十的高度吧,上下应该都是十吧,是吧,左边是十啊,好,那么的话,我们可以给一下什么呢,给它marking吧,把它每一个marking给它十,是不是可以啊,marking啊,marking的话,给它一个十片,一个十,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,它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怎么样,是不是都什么,就是每一个盒子,什么, 一圈都是十个像素的间距吧,是吧,好,这个时候怎么样,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了啊,好,我们看来,再来看,刷新一下啊,是不是这个效果就做出来了啊,好,这个是十,这是十,这是十,是吧,这个地方是十吧,十的话它右边没东西吧,是吧,那么就不要撑,不会撑它的啊,这个是往右靠起,这个是往左靠起,是吧,那么这个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啊,好,这个浮动基本的用法就是左浮动和右浮动,是这样的啊, 啊,左浮动和右浮动啊,好,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浮动的其他一个特性,是吧,浮动的话首先怎么样呢,啊,可以什么,可以实现这个左和右的这个浮动的效果啊,好,那么的话,这个例子的话,今天这个例子大家可以做一下啊,这个浮动,用浮动来做啊,好,这是关于浮动的啊,好,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看浮动的其他的一些效果啊,浮动其他的一些效果是什么呢,就是,这个啊, 啊,好,那么前面四点的话我们就,就什么呢,就实现了啊,比如说这四点的话,第三点啊,好,那么第三点是什么,箱里浮动元素可以排在一行,是吧,超出负极的话就换行啊,这什么意思呢,就是说假设有多个元素的话啊,多个元素的话怎么样呢,就会怎么样,就换行啊,好,那么的话浮动元素之间怎么样呢,不会有间隙吧,是吧,好,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啊,第三点的话是什么意思呢, 就是说假设有多个的话啊,多个啊,我们来做一下,把这个也放在这里面来吧,啊,好,假设还是一个CO2,是吧,是吧,说到里面,假设说里面有,来一个,假设说来几个呢,来九个吧,来九个DIV,是吧,乘以一个九啊,来,这样一个效果,是吧,这个效果啊,好,这样一个效果之后,然后的话,怎么做呢,我CO2里面,是吧,CO2里面,是吧,CO2里面,我来写一下啊, 好,CO2里面那么的话,点CO2,啊,CO2的话,然后是,来它一个宽和高吧,啊,假设它的宽是,这个,宽是,假设是400吧,400px,啊,好,高也是400啊,高也是400啊,高也是400px,啊,400px,啊,然后的话怎么样呢,我让这个,给它来一个边框,是吧,Border,啊,Border的话,然后是, 像素,然后是实现,啊,Solid,然后来一个,啊,000,啊,好,然后让它居中一下,是吧,Marking,Marking,然后怎么样呢,这个是,你上面是50px,然后是O2,是吧,然后0,啊,好,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,是吧,这个CO2,啊, CO2的话是这样一个效果,是吧,这样一个效果,啊,好,这样一个效果之后,那么的话,CO2里面的每一个盒子,啊,CO2里面每一个DIV,啊,每一个DIV, 假如说我编个号吧,这是1,这是2,啊,好,那么的话,我可以怎么样呢,啊,这么写啊,这写个快捷键嘛,再给大家收个快捷键啊,比如说这个.con2,是不是这样的啊, 然后下面的什么,DIV吧,乘以一个9,是不是这样的,乘一个9,啊,好,我想给它编个号,编个号的话,那么是什么呢,在DIV里面塞东西,是吧,那我看一下啊,这里面用一个什么呢,用一个大括号,啊,大括里面写一个什么呢,写个多了,啊,这个是什么,美元幅,啊,美元幅,啊,好,这个,注意一下啊,好,这么写的啊,好, 好,这么写完之后,来看一下,乘以,啊,按一个type键,是这样的啊,按一个type键啊,那么是不是自动编号呢,是吧,啊,这么写的啊,这个多了就是会自动的给你编号啊,好,简写方式是这样子的啊,好,那么这么写完之后,我们再来看一下,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呢,9个DIV吧,啊,9个DIV啊,好,那么这里面的DIV,啊,DIV,那么我给它一个,想说是这个,啊, 宽度是100,高度也是100,是吧,好,宽,假如说是100PX,啊,好,高度的话也是100PX,啊,好,高度的话也是100PX,啊,然后背景色的话,给它来一个什么呢,够的吧,够的啊,好,那么的话,这样的话,每一个DIV就是宽和高啊,假如说我给它来个marking,是吧,marking的话,给它来一个什么呢,来一个假如是20吧,20PX,啊,好, 好,20PX的话,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,是吧,看一下这个效果啊,那我们不论是这样子的,是吧,现在给它宽高是100,是吧,啊,就20的间距,啊,再来刷新一下,那么每个是不是这样子的啊,是吧,那么每个什么,还是坚强的什么,占一行吧,每个坚强的占一行啊,好,这个时候的话,假如说我这个时候想怎么样呢,把他们什么,排列成一行吧,是吧,排列成一行啊, 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,转成,把它转化成什么,行列化是可以吧,行列化也可以啊,那么这个时候我会怎么做呢,浮动也行吧,浮动啊,好,我把它怎么样呢,整体的什么,来一个float啊,float啊,来个什么left,是不是可以啊,整体的来个left啊,等你来个left之后,再来看一下啊,这个效果啊,刷新一下, 那么是不是,啊,这个什么呢,这个,这个排不下啊,排不下啊,我稍微调小一点啊,大家说是这个marking给它来一个15吧,15看一下,行不行啊,15的话,刷新一下,是吧,是不是刚好排起来啊,是吧,刚好啊,这个的话什么,这个往左排吧,这个往左,这个再往左啊,这个再往左啊,这个再往左啊,而且的话大家注意了啊,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, 怎么样,这个marking怎么样,这个中间是什么,是30吧,30啊,这个中间,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啊,也是30,大家注意了啊,这个时候怎么样,是不是没有marking这个什么,合并吧,看到没有啊,它没有marking的合并啊,这个是没有marking合并的啊,来看一下这个,呃,关于marking的合并啊,这个是原数,这个啊, 好,这个啊,那么外边去合并的什么,第三点吧,将元素什么,浮动或者定位,是吧,浮动的元素怎么样,是不会合并的吧,没有,没有,所以说这个地方怎么样,这个地方是30啊,还记得啊,是30,那么这个是不会合并的啊,好,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第三点是什么呢,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, 这个第三点啊,相邻的浮动元素,块可以什么,并在银行吧,如果超超过负级的宽度就怎么样,就换行吧,是吧,好,我们先排这浮动第一个,第二个,第三个,好,第四个是不是排不下啊,就自动换行,是不是这样的啊,放到下面来啊,四五六七八九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那么如果我们做这种效果是不是很容易啊, 啊,就是这样的啊,float,left,啊,好,这是关于这个浮动的两个比较经典的历史啊,好